又走说留就留的 哎呀 别说了 怎么了 聊天都不让啊 就是 丑花 今天高虹可以欺负你 明天还可以是任何人 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怎么保护你身边重要的人呢 我跟你说啊 上次您给我推荐的那个化妆品啊 唯一大千早就在这儿聊天 还有很多事要跟 是 客长 要议论你的上司可以 私底下找个地方说 不要在公共场所 大家都很忙 没时间听你说长道多 我就是喜欢在这儿说怎么 你身为大家的领导 就应该学会接受公论 这点心理素质都没有 怎么领导大家啊 再说了 我说错了吗 请注意你的态度 你过去当科长的时候 容许下属这样议论吗 现在大家都在 既然你和同事都提出了很多疑虑 我当然也得做出回应 大家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我没有离职 我现在就跟各位宣布 我因为净化环境 节省能源这个企划案 获得了科长这个职位 董事长现在对这个案子 非常的重视 他很希望我把它执行到底 所以你就 所以一旦我离职 就等于把我自己的责任推给了别人 这是个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所以我决定留下来继续当科长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案子 还有很多地方不了解 但是我有信心带领你们 一起完成这个提案 希望你们能跟我一样 拿出决心 不辜负上级的美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程科长 别忘了早上九点 要去参加部门驻管会议 今天的会议 可是由董事长亲自主持 谢谢您啊 各位在座的同仁 各位在座的同仁 我要先向大家宣布一个 新的人事消息 这位呢是总务科的陈化 他因企划案征选胜出 升为科长 但是我发现他的资质不止于此 所以我决定再升任他为董事长特助 特助 特助 各位好 我是程华 我知道 我知道各位对我这个新人 能否担持重任 存在诸多的疑虑 其实说实话 我也有 但是 我有的是更多的热情和想法 董事长希望我在未来的一年时间里 好好地推动 好好地推动 绿化系统办公室这个案子 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和公司一起 共同发展 更重要的是 在一年之后 我们要把这套系统 整体移植在 绿能卫星娱乐城的项目上 这才是本企划的最终目的 一旦娱乐城的项目能够成功 宋氏集团的市场认知度 将会大大地提高 宋氏将成为绿能产业的领跑者 我希望各部门能够全力配合 宋氏的未来就在你们手上 程华 我让宋瑶负责去和太阳绿能公司 洽谈合作事宜 这间太阳能板制作公司 是我们娱乐城项目的合作对象 你就协助宋瑶顺便多学习一下 好的干嘛 宋瑶你不会太紧张吧 当然不会 那就好好干 别再失手了 别老让对方生气 您放心 这次一定更定 对了 我听说在刚才的董事会上 程华又升上董事长特助了 真的吗 程华进公司才多久啊 这升官也升得太快了吧 你要是敢出卖色相 你也能跟他一样啊 就看你敢不敢 不会吧 程华会出卖色相 有没有出卖色相我不知道 不过我看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不是吧 依我看呢 程华一定是董事长派来的卧底 他呀专门来调查我们员工的操守 一旦有人露出马脚 他就将这些人啊一举铲除 哪有这么夸张 这么真成特务啦 我看这事儿还不止呢 程华不是刚上了特助 又跟总裁朝夕相处 他们两个相好啊 是迟早的事情 我跟你说 他们两个不是早就传开了吗 有暧昧 我看啊 等总裁结婚 不知道有多少女同事要伤心喽 你担心这干嘛 没结婚也轮不到你呀 你该庆幸 幸亏没有得罪过程华 不像某些人 这回可要吃不了冬着走啦 哈哈